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Boon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 现在下雨了 为什么我下雨还要出来和大家拍片呢 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话说就是富士急照了我过去 告诉我有一样很新的产品到了香港 想我试玩一下和拍个开箱文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其实猜到 就是我现在手上这部GFX50S Mark II 很多人都猜它究竟是什么外形 究竟是50R的样子 还是像50S 还是真的好像传闻 会变成GFX100S的尺寸呢 事不宜迟 跟大家来一个艺术开箱 即是说呢 其实是之前已经开过的 很老实 但也看看里面有什么 又是这么简洁 这一份Capture One的介绍书 竟然第一份是 好了 那接着里面有些什么呢 第一条拿出USB-C USB-C的线 接着是Charger 有这个Charger插USB-C 即是说呢 基本上就不会有叉了 应该之后的机器都不会有的了 那大家给钱买了 那接着有一个相机带 接着有一堆那些插梳头 给大家转 接着里面就有一粒电芯 是的 那么 那么 偽开箱了嘛 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呢 其实已经入了粒电了 那我拿了个机身出来 有GFX100S的朋友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样子是和 100S是一模一样的呢 是的 是的 那大家会看到 是的 那旁边呢 就会很清楚写了是 50S Mark II 那呢 我记得我那部100S呢 是 只是写在GFX的 是的 那你看一下 连个底 那顶 都是这样的 即是和100S是 1000%一样的 是的 那这个顶呢 那这个顶呢 完完全全是用回100S那只 那就是说 50S 曾经有可以拆射的EVF的设计呢 就 不见了了 那我觉得呢 那顶呢 可以拆射装那个 直角观景器的那个PASS 其实是 非常之好的设计 不过呢 100S之后呢 都是这样的 没了这个 好了 那我们拿起来 那一部呢 这一部呢 就是我的100S 那一部呢 就是最新的50S Mark II 那大家呢 其实看到它呢 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是的 那看到它呢 整个顶的设计都是一样的 那我这些是帖子来的 不关本身部机事的 是的 那 那看完后面吧 所有制的排位啦 设计啦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说呢 大家呢 也都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有100S 有些配件想放下去 50S用呢 是一模一样是可以的 那我都试过了 那我都试过了 将个 100S用的L架 那就放了下去 其实是完全配到漏油的 那这部100S和50S Mark II 出街呢 基本上呢 除了旁边这个位呢 可以看到那个分别之外呢 是完全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看到有分别的 L CD 模的设计 都是用回 可以上下开 那也是旁边开这个设计 就是说直到可以这样用啦 那这个我是最喜欢的 由50S开始 除了R之外呢 部部都是用这个设计 那是非常之好的 i-cup啦 就是要捏住它啦 有一个按钙啦 按住才可以拔出来啦 就不会容易一些啦 不会像50S那样啦 那至于这个机顶那些按钙呢 大同小异的啦 和100S都是这样用的啦 那跟着呢 就是 不可以 刚才说过的 不可以拆射的 EVF啦 是的 其他一些按钙都在这里啦 那这个Joyster呢 这个质感呢 和100S都是一模一样啦 那这部机呢 你问我操控感呢 其实我刚刚拿回来呢 都还没拿出街玩 但是呢 看过了所有东西呢 其实呢 和这个100S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 那个操控呢 都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说呢 基本上我不会 有些什么 特别新功能 可以发觉到出来的啦 说回那个SPEC啦 其实它就是 5000万像素啦 和50S一模一样啦 都是用回 旧那块 Contrast AF的SIMOS 那跟着拍片那里呢 我看过里面呢 就只是找到1080P的 是的 那4K都没有的 就是和旧机是应该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但是呢 那粒电因为它的机身设计 都是改了用100S啦 那所以呢 都是用了新的电 加上呢 看回那个SPEC 它转了做最新那只Processor 就是不是旧那只Processor Pro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试过对焦的速度呢 是比较50S和R呢 都是快一点的 那但是老实说 如果你用了JFXZ8 和S 那就没得比较的 因为呢 100S和100 都是用PDAF的 那也都是上位对焦啦 那所以呢 速度呢 都会很快的 那这一部 50S Mark II呢 它仍然呢 都是有一些少少 拉风的动作啦 速度一定比不上100S 那但是呢 比较50S或者50R呢 对焦速度是会快一点点 重量那些 不用说了 因为其实 一模一样的壳 那就 所以那重量基本上 叫做一模一样 那么重的 我没有拿个磅去磅啊 那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大分别了 那这一部 那一部 50S Mark II呢 那其实呢 我个人的见解呢 是比较适合一些 不需要去到 100S或者100 那么高解像度 一亿像素解像度的相机啦 但是呢 我又想要一个 100S的body Design啦 那这一部机 我就觉得 比较适合去 upgrade 那里面 加上有防震啦 那解决了以前呢 50S或者50R呢 就是大家说 没有防震技术的问题啦 那防震的效能呢 就跟100S呢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啦 那这条片出了街的时间呢 应该呢 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 那个价钱啦 那但是我知道呢 应该都是 三万多元就可以入手的啦 那跟 定价是 四万八千元的 100S呢 都有万多元的差距 那这万多元呢 就够大家去 买枝比较靓的镜啦 那同埋呢 那这部机出的时间呢 应该它会有一个 Key Set呢 就是跟支 35-70的镜的 那但是呢 我都没有在手 我还没试过 那所以呢 share不到 那个资讯给大家啦 那总括来说 多次啦 其实呢 就跟舊的50S和R呢 就有少少不同的 那个Sensor就一样的 那但是多了一个防震啦 转了用新的电池啦 那和呢 Processor都转了新的 那对焦速度那些呢 就会快一点点那麽多了 那这部机呢 其实就 相对呢 就比舊的50S呢 因为机身小了啦 所以呢 更轻了少少的 那和一部100S呢 差不多重的 那一会儿呢 那我会和大家呢 拍一些相片呢 share 给大家看 其他的资讯呢 就留意回呢 富士的官网啦 是啦 那就是这么多啦 吃饭 开玩笑 吃饭 搜大糖 就一定要吸收 你奏 水 满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